什么伟大复兴不都是他们一句话的事 反正说复兴了就复兴了 就跟全面脱贫一样 宣布了全面脱贫那就是全面脱贫了 是不是美帝陷阱都改变不了两岸统一的步伐 再说老鹰将士直老虎这个事实 不是已经反复验证过了吗 直老虎设的只能是纸陷阱 习近平就是怂了 至少是现在不敢打台湾 至于多少年以后敢不敢打 那是另一回事 但敢直接跟美国对打 他还没有那个胆 其实立法已经开战准备了 就想看有多少位高官能上美国飞机而已 起码能看那些上飞机标准 假如真能收复台湾 看多少人判死刑了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 假设你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家领导人 你会对台湾做什么 维持现状就已经是最大最大的底线了 退无可退 王菊说的没错 有些海外媒体的报道 实在幼稚的让人发笑 所以实际上真正理性客观的 在哪都是极少人 大部分人都只是被荡枪使而已 王菊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杭州保姆纵火案林生斌 是不是他杀死他老婆和小孩子呢 我看你采访他是疑点很多 能不能回答一下 谢 我估计 我估计王菊最近只研究这些国际形势了 而对中国的经济却不太了解 你多聊一下中国的经济 你就知道目前的现状了 有点脱节了 指挥民进党向台独冒进 触发中国反分裂国家法 引起两岸战争 以此拖慢中国崛起 甚至拖垮中国 几乎已经是美国的阳谋 有问题吗 金融时报和美国情资单位是有管道的 美国情资单位就通过金融时报放消息 有些消息放出来是为了放话 有些是刻意放假消息为了引导舆论 加大国防开支 打造航母 这些不一定说明真的想开战 大清的北洋舰队在甲午以前 还到处要舞扬威呢 目的恰好是恐吓日本 让他们不敢动手 结果 王菊花又在统战了 每次都是我很反对 但是中共太坚定了 太强大了 不好意思 美国的战略意图正在实现 中国都变大朝鲜了 拿什么打台湾 稍微懂点政治的都知道不可能 还私下 建议看大明156 政治家在不是绝对亲信的情况下 说的基本都是假大控或者谎话 信的人都已经死失回了 我跟王菊一样 真心不希望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不过眼看着合同无望 只能盼着到时候速战速决 减少百姓的伤亡 尽快让人民恢复正常生活了 只要把打的后果最大化 让一方承受不了 那就不会轻易动手 至于什么自己的节奏 你觉得国内的生育率会不会等你吧 打完一群老头老太给你发展经济 这次不同意王菊观点 你的论点基于一个正常思维的人也许是对的 但是对于一个不正常思维尤其是那种招令膝盖拍脑袋的人来说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小不忍则乱大谋 按照中国的发展速度 天平慢向中国一边倾斜 静观其变 等待机会 是你的就是你的 如果中国现在因故走下坡路 哪是天意 你急也没办法 台湾压根就不是中国的核心问题 哪怕台湾独立了 对大陆的威胁也不大 真正的核心是美国 美国才能对大陆造成威胁 中美必将一战 至于战争在韩国的可能性很大 还有很多资产要处理 今年是不会打的 反倒是中国在中东给美国下套 救以色列 救美国霸权终结 不救以色列 则美国彻底失去中东 我们在台海 还是有资本保持定力的 我要向你管辖 就可以表示自己的内政了 也太把别人当傻子了吧 这级王菊真显得幼稚 是不是下次再搞个法律管辖下 美国得了 以后美国的事情 也是中国的内政了 王菊的翻墙里 中客粉丝真可怜 在微博被胡锡进忽悠 自己掏钱翻了墙 还要被王菊诱奸 拜托你们也好想 这王菊大神 与胡锡进 除了话术不同以外 底层价值观 是完全一致的 台湾问题 中国有能力就会解决 莫能力就不敢动手 简单说 现在莫能力 美国也会持续保持 让中国陷入 莫能力的阶段 金融战 贸易战 各种手段 让中国先稳住内部局势 到最后 应该是以5B桶收场 可能会有小规模冲突 两个五场打架 都不符合双方利益 反倒是大陆周边国家 希望美中打起来 不过美国老也不傻 怎么可能眼看小弟 把自己踢走 冯德莱恩算老几啊 这种试奖也不会跟这种做民航班来华的咖奖啊 连巩力都有专机座位 这个大宝贝还要自己买机票做民航来华 埃尔多安更狠 直接让他站着连座位都不给 王志安毫无民主素养 不尊重台湾人民意 那些死抱着大中华思想不放 不顾政治现实的人顽固不化 一个49年成立的匪政权 一天都没有统治过自由民主的台湾 凭什么要领土 打台湾超过两个星期没拿下 美国就会全力支援 国内反贼会起义 如果真要打 习肯定会钓鱼室清理内部 但是说实话 冒着丢失特权的风险打 可能性很低 台湾没那么重要 即使是不敢打也可以有不同原因 不一定是耸 也可以是没有愚蠢刀 没有导火线的情况下 打台湾那一步 如果真是这样 至少习还有一定的理智 我觉得 导火线会是台湾宣布独立 我想说的是 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 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 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 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 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 而被绳之以法 希望各位同仁 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 不是假报道 是片面报道 习的意思是 不掉进陷阱 不再对自己不利的时机打 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时机打 当然包括打是最后手段的意思 但现在这种环境 每个人都会照自己的立场去解 毒 家门口的豺狼奔波万里 成本开销都只会更高 只要别死人喷水枪 配合配合周边邻国 能帮他们赚钱 也是互惠互利的双赢 魏国民谋福利 怎么赚钱都不寒颤 只是纯王齿寒 别做亏本的傻事就好了 我非常赞同王菊的观点 台湾问题上 中国政府是绝不可能妥协退让的 退让了就动摇了执政的根本 从大陆的军事斗争准备看 确实是不为营就为攻 决定出手的时候 一定是雷霆万军一锤定音 报个料 在涉及晶圆体能自己自足之前 弯还是安全的 目前核心产能单元供应链的 自循环程度已完成80%左右 不过民用一定会受影响 只能努力通过平替方案 暂时减少不适感 希望大众到实能顶住 为什么去年说的话 今年才报道出来 同时海峡两岸节目 采用了跟报道中 几乎一模一样的说辞 明显是在通过各种渠道 释放一个信号 现在不会开战 当然备战是不会放松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还要继续下饺子 不懂军事别扯淡了 俄罗斯军事大国打乌克兰 成了这个德行 并且也不是抢滩登陆 打台湾需要抢滩登陆的 有那么简单 就是白普给台湾施加压力而已 别糊弄老百姓了 你分析分析民生得了 军事太菜了 如果真有此事的话 习的用意最大可能是在 离间美国和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和美国 在对台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都希望增加对台的军事援助 以对抗中共 所以习近平对冯德莱恩说 我没有要打台湾 你们别瞎起哄 其中国保派出所 王景对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 好多人都知道 公安坚持跟党走 迫害的何止是法轮功 在地方各部门里面 公安是最强势的部门了 它有枪 如果政法系统是一把刀 那么公安就是刀尖和刀刃 中国大陆是考虑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不想轻易起兵戈 共产党真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去努力奋斗的 它的底色基因里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 看现在国外选出来的各种奇葩领导人 我不知道所谓的民选有什么意义 最后我想讲一讲 我本人那实际上是不赞成 甚至说反对用武力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的 从你视频中的这段原话 可以看出你的政治立场了 请大方地表达出来 你是支持独立还是统一 假装客观中立 害怕丢粉 就让人瞧不起了 我来自山东 是一名公安辅警 我在2018年秘密三退了 习近平修改宪法 寻求永久连任的做法 是压倒我对党有改革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在声援三退的时候 也想跟政法同行们发表点看法 希望大家以后在对待老百姓的时候 做出正确的选择 指歌为武 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台独搞的阳谋是切香肠战术 大陆搞的阳谋是以武逼同 大陆不可能直接对台湾同胞动用武力 这是下策 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这么做 如果万不得已发生战争 也必然是中美之间的较量 而不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较量 我对王菊节目的定位是 有关民生话题的节目 当做政治宽松期的焦点访谈 有他自己的解读和思考 这部分有新闻属性 可看 有关党的大政方针和国际事务话题的节目 当做海外版央视 属奉旨发生 这部分是纯粹的宣传 或为党洗地 完全不值得看 一在2013年的云南省 有两个县 昆明市晋宁县和区境市陆梁县 先后发生强拆事件 都发生了愤怒老百姓先翻警车的事情 作为在现场的民警 说不害怕那肯定是假的 如果被百姓当场打死了 然后事后政府给凭劣势 没有哪个民警愿意这样做 中国有军事实力 才不怕美国 美国当然想中国内战 拖垮中国发展 这符合美国霸主利益 假如中美真有一战 也不会在台湾 肯定在国外 最有可能朝鲜半岛 中国人也会找代理人战争 但是战火不会在自己国土 一旦美国打败了 顺便就把台湾收复了 说王菊是大外宣的 可以不用再看他的节目了 你们只适合看那些 对着中国就一顿无脑黑的那种 中国自勤以来 共产党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个政府 虽然百姓没有人权 虽然他很坏 但你绝对不能说他蠢 说他这不行那不行的 咱反贼反敌人的同时 更应该正视敌人 他说 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 是因为近一年前 国会众议院以412票 对2票压倒性通过了 停止强摘器官法案 我们需要参议院将该法案带过终点线 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党立法 授权国务卿 拒绝向任何参与中共和全球非法器官 贩运的个人发放护照和签证 台湾这么一个全世界都盯着的地方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投机取巧的打法 弯这些年可攒了几百亿美元的好东西 汉光兵推也是年练 真要正经打下来 只能是曾国藩那样老实结应债 打呆仗 党妈现在手里的登陆艇数量完全不够看的 运不了足够多兵过去 结果只能是当年打金门的重演 27年以前 只要台湾不作死自己宣布独立 大陆不可能开打台湾 台湾自行宣布独立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因为这种情况下 台湾只能单打独斗了 美国也好 北约其他国家也好 都无法援引现有的条约或者条例进行介入 强行介入阻力会非常大 27年以后才有开打的可能性 但也不一定 相当低水平的分析 大陆不打台湾就是因为怕美国 呵 王局不会下围棋吧 中国的对手从来就只有美国 不完成和美国的决战平安京打台湾 没有任何意义 你以为大陆决策层比你傻 打台湾就是相当于自尽一气 把主动权交给对手 只要稍微有点博弈智商 都不会干这蠢事 除非迫不得已 你又在这里当大外宣吹捧习近平 你大概模式就是墙内大气党差不多 也就是中共内部不断采用各种深谋远虑的计划 进逼对手 但实际这是不存在的 中共高层其实也边走边看 也就是所谓机会主义 新冠三年封锁就是例子 封城和最后解封的时候 根本没有任何预案可言 完全就是领导拍脑袋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意 那习近平不可能和冯布莱恩说 中国是认为冯是美国代理人 反华很不喜欢他 和普京说还有可能 如果真和冯说了 那反而可能是烟雾弹 明修战道 暗堵陈仓 王菊的分析就更详细了 不过 我倒觉得美国是想让中国和菲律宾 从而美国军事介入 在南海打一场海战 所以 国内的政治精英太厉害了 别的国家跟想中国建交 必须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既然是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解决台湾问题 就是中国内政了 占领舆论高地了 其他国家该如何干涉中国内政呢 一个中国原则的提出 就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能用几十年时间来漫前一默化国际的思想 声称一个中国原则 太牛了 我觉得 中共不想武统是真的 但没代表没准备 航母 075两栖攻击舰 从来就不是首饰武器 以东南亚各国 连中国海警都不如的海军来看 给谁用的一目了然 不想武统的原因没别的 就是还没准备好罢了 不过最近几年 一直在做军队的心理建设 中共中央强调 备战打仗 已经强调了好几年了 绝不会是无地放始 主权冲突内政话 听起来也太抽象了 就是打算扩张以前就写下的权力 治理台湾病诉诸冲突落 海警的问题第一次听到 很值得警惕 但美国为什摩会没有理由出手 他们承认一中原则 但也修了法认定 国际法只认同中共代表中国 不代表能治理台湾啊 他将治权扩张到台湾领土 不就触发了这条法律 可以进行干预了 我相信 只要习有信心 肯定会干的 问题是 金融时报反映出来的是 习对这种能力 没信心 而不是他有什么善意 央视国际频道 前两天6月23号的公开内容 就能印证金融时报这些说法 诱骗大陆攻台 美国射心陷阱 美国正在诱骗大陆对台开战 借以破坏两岸和平 持之大陆发展 频繁炒作台海战争议题 想要陷台海于战火之中 史密斯表示 2019年 英国御用大律师尼斯爵士 主导的人民法庭 得出一致的 无可质疑的结论 在中国 强行摘取良心犯器官的现象 一直存在 而且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涉及大量的受害者 他们是被关押者 法轮功学员 和维吾尔人 并说 活摘器官在中国 已形成产业规模 这是邪恶无比的暴行 底线能那么容易 直接就公开告诉你 从直言片语里做阅读理解 没有任何意义 这种事不太可能下发个什么确切的绝密文件 而且一切都在习大一念之间 所以 间谍的意义也有限 不过古巴导弹危机 倒真是因为间谍泄露了苏联军事实力 让美国探得了苏联底线 才使得苏联处于被动中 可台湾的武统问题 跟古巴导弹危机相比 毕竟有本质区别 王菊的观点 我不敢苟同 实际上中共现在的头等大势是维护政权稳定 只要政权是稳定的 那么台湾打不打 实际上都无所谓 中共不可能冒着失去政权的风险 武力攻击台湾 6月23号的海峡两岸也印证了这一点 诱骗大陆攻台 美国射心陷阱 美国正在诱骗大陆对台开战 借以破坏两岸和平 持续大陆发展 频繁炒作台海战争议题 想要陷台海于战火之中 王志安 你错了 你偷换了概念 不和美国打仗就等同不统一台湾吗 美国是通过武力打败的苏联吗 但美国没有武力会打败苏联吗 你没有听说过北平模式 你不明白 以武逼统 美国是想像乌克兰那样 让台湾消耗大陆 我们不到最后一刻 不用武力统一台湾 我们掌握分寸 不断展示武力 最后让全体台湾人都明白台独是死路一条 同时我们也展示另一面 祖国统一符合大陆和台湾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 王菊理解出问题了 美方诱骗中共打台湾指的是 美国想在他希望的时间点 诱骗大陆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提前收复台湾 这会造成大陆较大损失和不确定性因素 大陆收复台湾的时间应当由大陆自己决定 当然是在全方位做好准备 并且美国无暇顾及台湾问题的时候最合适 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和布局 而不是当前在美国的诱骗下贸然发动收复行动 不是不打 只是火候味道而已 红烧肉慢炖彩香 以上才是正确的理解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 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牺牲 这是公布出来的 还有没公布出来 从健康的角度说 每年牺牲的民警里面 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 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 从警种的角度说 各个警种都有 比如像禁毒 行侦 交通管理 派出所 由于工作有风险 强度大而去世 还能说过去 有的像国宝 网络安全 死的人也不少 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 是由于这样的工作 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 如果当年威廉二世不是那么猴急 多上五到十年的战略来心 不等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的美国 为了输出自己已经世界第一了的工业产能 完全可能再找个免因号 就先与当时的英国军事冲突起来了 反正三五十年之内 骨子里天然孤立主义的美国 必然会经历一次 不亚于当年决心与国王 割席级别的社会思想大动荡 所以希望今上在有生之年 在处理对美战略上也有亲自指挥 和亲自部署封城政策上的那种 以不变堵奇迹的耐心吧 二在2020年的湖北省武汉市的李文亮医生 作为吹哨人被中南路派出所请喝茶 这样做完全代表整个武汉警方的态度 派出所上面的分局和市局肯定知道这个事情 后来去世好几个月的李文亮医生算是被官方平反了 那武汉警方这边不得处理人 武汉市局当然不愿意亲自背这个锅 武汉分局也不愿意亲自背这个锅 再往下就是最底层的中南路派出所了 最后处理的是副所长和值班民警 谁叫他们直接管这个事 哪能让领导倒霉 我觉得认为海警执法很高明 有点好笑 就有点像掩耳盗铃 只要我听不见反对的声音 我就是执法 特别是把海警执法用在菲律宾身上 更没有其他国家相信你是在执法了 除非菲律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完全是自说自话 没有国家能按照自己的节奏 解决有国际争端的问题 这就是一种博弈 没有人能够不顾一切的单方面解决问题 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而且想要在未来按计划解决问题 更不可能 因为没人能说清楚 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不太同意王局本期节目的看法 无论怎样发展军备 军事实力 别说和米国比 就连与俄罗斯也差着两代 那些啥见啥挺的质量 尽人皆知 包子只是虚张声势 他不了解军队腐败程度吗 他不知道将领们心里不愿打仗 只是不敢表达吗 抓了那么多高级将领 罪名其实只有一个 不忠诚于他 不愿打仗送死 那一套政治说辞念到了几十年了 说他借口不上美国人的荡 而实际暂时认损是有可能的 我坚信除了文公武下 他在台湾问题上不敢有实质性的造次 近十年不敢 王局还是有些幼稚 美国人若是真的有能力 有意愿干预 还管你是内政还是武装冲突 介入的借口还不好找吗 用人权的理由就可以去炸南斯拉夫 中共也不会天真的以为 用海警能让美军不方便出手 别人不敢动你的海警 只因为你背后的军事力量实在是惹不起 要不然 你把中国的海警船全部白送给阿更廷 让他去收复马岛 试看鹰途人会不会怕 保证给你轰得片甲不留 没有强大的国力 军力 海警屁都不是 向菲律宾的海警射杀了台湾渔民 最后还得赔款道歉 警员坐牢 收复台湾是肯定的 但不会按照美国安排的剧本收复 如果台湾自己不跟着美国折腾 那么大陆会安心发展 直到全面超越美国 届时 假如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 由威权统治转为民主政治 那时 可能大陆人民压根就不再关心台湾的归属 台海会在和平的前提下 自主决定是否合并 但如果就跟现在这样 美国挑唆岛内 分离势力胡闹折腾 大陆会被迫启动武统 但绝对不是按美国的剧本来 不会让美国叔父打代理人战争 而死的却都是中国人 大陆现在整军备战 两手准备 这是无懈可击的阳谋 本来是想反对王菊的 但是后来看到王菊的论证 也的确不得不信服 但由此也延伸出了一个问题 金融时报这样讲 是否有故意刺激中方的嫌疑 说白了就是要打赶紧打别磨蹭的 其实国内外都有一种论调是 这可能会成为第二次甲午海战 也就是中方可能会输得非常惨 而美方也的确想借此机会 彻底消灭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敌人 如果这是真的 我能讲的只有 如果一个看起来比你弱得多的人 有要拉开架势决意死战的意思 千万不要轻敌 不要把对方当傻子 古时候讲穷扣墨追 别打到最后才发现 那个傻子其实是你自己 不过这篇报道也不是空穴来风 最近赖清德的表现就很让人疑惑 上任一个月就多次强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互不隶属 而且对中国大陆态度 比蔡英文和阿扁强硬很多 现在台湾并无选举 也无紧迫的公投 他这个态度让人感觉有些疑惑 最大的可能就是 美国唆使这样 他这样做 因为当年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 中国大陆的对台作战能力远不如现在 反而李 陈二仁相当谨慎 说明美国并不支持台独 而现在赖在两岸问题上的暴走 应该是美国给他吃了定心丸 或者他认为台湾可以在美国的支持下 以乌克兰模式击退中国大陆的进攻 三我们省早庄市腾县有个小姐 长得很漂亮 叫杨申 安徽荡山的 党员 九十二年的 今年因公殉职了 三十岁不到 我喜欢这个类型的女孩子 但是她肯定不会看上我这个临时工 不是临时工的她 还不是本地人 作为派出所一个普通民警的同时 还担任县局的团委书记 局领导肯定喜欢这个人 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不愿意做出评论是者为大 从她的事迹能看出来 她很热爱自己这份工作 应该也很热爱这个党 她是胃癌去世的 公安基层很多人都是饮食作息不规律的 这样的胃能好都怪了 无论如何 她都回不来了 这应该是她选择的宿命 只能希望她一路走好 现在公安有走在黑白之间的很多 不愿为民的很多 所以老百姓对公安的评价很差 这个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很难 换公安部长 换总书记都没用 现在公安翻墙的也很多 好多知道真相 却还在积极为党卖命 近几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 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 台湾问题就是中美问题 就如乌克兰战争 其实是美国和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 有一件事 王先生忘记说了 中国正在积极去美元化 口头上没说 但是一直在买黄金 一直在迁绕过美元的贸易协定 不仅在做军事准备 经济 金融 和贸易的准备也在做 台湾的危险 在于其当前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素质 没有办法选出有远见的领导人 导致台湾陷于地缘政治的窘境 一方面没有像以色列那样 能主动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力 只能做美国的木偶 另一方面又没有和大陆 和谈的胆量和意志 两岸问题是有办法可以和平解决的 但是美国不会主动去把这个事办了 对他们没好处 所以台湾必须撇开美国的干扰 然后由自己来主导协商 主权共享 签一个协防协议 在高雄开个海军基地 让解放军海军使用 厦门也开个基地 让民国海军使用 这就像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一样了 日本宪法都是美国人写的 本土开了十多个美军基地 日本二战后这么多年 不也活得很好吗 但是主权和安全两样一旦到手 两岸实际上就完成统一了 统一为的什么 不就是为了主权和长久的安全 其他的东西 大陆现在用钱都能从台湾买到 名义上的东西都是虚的 到时 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 都不能拿台湾怎么样 届时 台湾就能向入了北约的土耳其 南北通吃 左右逢源 可惜 现在台湾人有这个智慧跟胆量的人 要么不愿参政 要么拿不到选票 台湾独立的战略规划必须要的三要素 一 取出任何打有中华品牌的烙印 包括中华民国 中华文字 中华民俗 中华炎黄子孙 中华宗普等彻底断根忘组 二 要求美国 韩国 日本这三个国家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邦交 特别是日本 韩国 并与台湾建交 三国齐心协力 不惜一切代价支撑台湾独立 并与台湾组成同盟国 三 能独立发展任何武器 不受任何大国胁迫 包括美国 中国 俄罗斯等 发展包括核弹 洲际弹道导弹 核潜艇 航母 隐形战斗机 超音速导弹 无人机等 总之 没有上面这三个战略之称 台湾的独立 就是伪独立 台湾的独立 就是南宋偏安异余之地的半独立 台湾的独立 就是阿斗式样的 扶不起走不远的虚假意想独立 更准确地说 就是如同大韩帝国这样的 螳螂捕蝉 独立的命运注定 就是亡国奴 台湾今日之独立性 时刻守大国前制 还不如北韩呢 差得太远 台湾的可贵 台湾之为宝岛 不在于物产资源富饶 也不在于人节地灵血性智慧 而是在于其余亚太战略中 其前冲 其恶要 地位态势无可比拟 贵为东亚之侯 宝如亚太之父 苍天错爱 台湾人 却难得好珍惜 台湾数字几多 既无福泽余籍之类的思想家 也无纵横百合 结盟亚太的政治战略家 更无安重跟尹凤吉这般的血性男儿 拿什么独立 百年民主自由宪政的大旗 远不如中华民族复兴的精致 可以凝聚所有海内外中华的力量 白日一想空口说台湾梦 休息吧 罢了 北京考生 老爸 我考了530 比一本分数线高53分 估计能上北大 儿子真有出息 走 去上海旅游去 山东考生 爸 我考了530 跟三本线差了20分 我上大专吧 真没出息 别上了 滚上海打工去吧 上海考生 爸 我考了530 估计上复旦没问题 干脆送我出国吧 行 去学个工商管理 正好会来帮我 今年又从山东招了不少农民工 这些人没文化 不管不行 寒风呼啸的北京 万千灯火中的一点明亮下 一个孩子正拿着数学作业立于书桌一旁 孩子 真抱歉 以埋头于书桌前许久的父亲 抹了抹额上渗出的汗珠 现在的题目 比以前真难了不是一点 爸 你可是北大毕业生啊 父亲尴尬一笑 笑中有愧 这时 家中的保姆 恰巧经过桌前 一批桌前的卷子 顺手抄起一支笔 文字 数字 像蝼蚁一般 在草稿纸上排起队 你还是继续去忙你的吧 父亲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脸上带着不屑 保姆不答 面上毫无表情 须于 提得解 父亲看着草稿纸上精妙而富有条理的解题 面上满是惊恶 莫莫非 你老家事 煽动 保姆答 脸上依旧毫无表情 北风像野兽一样 继续敲打着窗户 你当年高考多少分 父亲问 保姆看父亲 您呢 父亲喝口水 二百九十分 我来自边疆 保姆末开始收拾桌子的东西 父亲看着他 你 保姆回头 我六百二十五分 那年高考 我差了差了五分 孩子他妈在门外听得真切 想当年自己四十分进北大 多亏有个北京户口 要不然 现在可能与保姆互换角色了 暗自庆幸 感谢教育部 北风像野兽一样 继续敲打着窗户 咚的响着 第二天 保姆带来一个本子 递给孩子 去看吧 也许有用 孩子接过来一看 昨晚的那道题 用十八种不同解法 分步骤详细满写了一本 还有各种扩展的训练题 父亲惊呆了 这是 保姆达 这是我老公写的 我老公是山东烟台的 看 在那边楼下卖烧饼的那个男人 就是我老公 看到的朋友请转发 这就是中国的公平教育 请王菊讲一下这个题目